72岁黄柏明全家兆,儿子帅气有才,女儿嫁入豪门,老来有遗憾。 一件前镜的浅蓝色衬衫,戴着没有镜片的黑框眼镜,在我面的印象中,好像黄柏明一直是这样的形象,就是这样一个喜感十足的人,带给了我们许多的欢乐。 作为编剧,演员,导演,还是制片人和投资人,黄柏明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娇妍的成就,他在电影圈的奋斗历程,已成为香港喜剧电影一个时代的缩影。 就是这样有才的人,只是高中毕业,刚开始的时候,他主要做的是编剧,在70年代电视剧《黄飞红》,《逼上梁山》,《漩涡》都是他创作的,在67年的时候他编剧了《搭错车》,最佳拍档,何必有我和阿郎的故事, 在以后都被拍成了电影,其中的最佳搭档更是破了香港电影纪录,在当时卖出2700万的票房,放在现在也是将近30亿。 从80年开始,他不光担任制片人,还自己做了演员,他自导自演的电影《开心鬼》系列,一上映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, 因为大多数的鬼片都是恐怖的,只有他把鬼片拍成了欢乐的搞笑的,这在电影时尚时唯一的。 还有真子丹主演的电影《龙虎门》,《导火线》,《徐克的七剑》,《深海群人》他都是制片人,有人称他为导演街的鬼才, 不光是因为他导演得好,还是因为他是个全才,既能带给我们快乐,也能写出搭错车这样好的作品。 从90年开始,他又开始了贺岁片的拍摄,第一部《加油喜事》取得了4900万票房, 后来陆续的有《97加油喜事》、《九星报喜》、《加油喜事》2009等, 但是后来又不少的电影,都把重点放在了贺岁片上,于是放弃了这块市场, 专心做起了电影投资人。 将后来的《夜问》系列《反贪风暴2》,赏金店人都是黄柏铭公司出品的, 在香港电影界他是不属于向华强的大佬,他也经历了香港电影的巅峰和没落, 新浪曾评价他,黄柏铭是香港电影的活化师。 生活中的黄柏铭,更是一个幸福的人,在70年,与徐文娟相识并走。 到一起,组建家庭,后遇又一儿一女,虽然徐文娟在97年患癌症, 但黄柏铭不离不弃,一直照顾妻子,现在两人结婚已有将近50年,一直温爱。 而且他的儿女也非常出色,儿子黄子环县为东方电影的创作总监,负责管理电影制作部, 其中《龙虎门》、《导火线》、《夜问》系列中,都有他的身影, 在国外读书期间就开始编写剧本,真是遗传了父亲的优点,死成父业。 女儿黄一军在10年的时候,嫁给了恒生银行创办人林炳炎的孙子林诗浩, 林诗浩家是名副其实的富豪,在结婚当天有好多的明星前来贺喜。 现如今的黄柏铭已经72岁了,但是身体依然很好,和40多岁的时候没有区别, 有自己的公司,有爱人有出色儿女,还有一个孙子,真的是幸福的一家, 不过唯一遗憾的就是,黄柏铭拍摄了这么多的电影,也获得不少的奖项, 好像唯一差的是最佳导演奖,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自己再度拍摄电影,完成这个遗憾呢。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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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